沈阳联寝保障中心提升管装用装水平 内容全面 图文并茂 有了这本手册 我们排除电站故障的效率更高了 深秋 拿着沈阳联寝保障中心下发的 影音装备使用维护手册 某仓库自行电站操作手 上等兵王书源高兴地说 编写影音装备使用维护手册 是我们着眼提高影音装备管理使用水平 提升影音保障能力的一次探索 该中心领导介绍 前期 他们在组织保障能力调研时发现 一些部队对影音装备建设重视程度不够 存在管理水平不高 专业人才不足 使用效率低等问题 不利于充分发挥影音装备的作用 管装需管精 用装需用好 该中心着眼部队影音装备管理使用的现实需求 坚持编制原额减少 任务职能不减原则 确保把装备管住 用好 人员配备上 他们按照一岗多能 一岸抽组 占保合一的思路 通过鼓励驾驶员坚持操作手 抽足眼影保障分队和景气分队 开展眼影保障训练等方式 确保装备渐渐有人操作 人人都会操作 装备使用上 他们大力开展人装结合训练 协调厂家帮带练 自编教材靠前练 围绕需求精准练 推动新装备充分发挥应有效能 维护保养上 他们坚持定期组织培训 并专门编写下发眼影装备使用维护手册 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装备操作 使用流程和维护管理注意事项 提高官兵装备使用维护能力 此外 他们还把营装备管理 使用纳入年度练兵备战整体考评 通过机翼先进 颠测后进 促进营装备使用水平整体提升